大张伟吐槽管晓彤。唐嫣被质疑炫复。周渔民早期写真曝光。 易林志玲怀孕了。 最近林志玲出席活动的照片看得出来圆润了不少,还有小腹也有些突起,不少网友都怀疑她是不是怀孕了。 但是林志玲方知道这个消息传出来后就回应了此事,由助理碧瑶说是因为打抗生素导致的,之后林志玲接受采访时又说是因为过年都会吃胖的。 2. 大张伟吐槽管晓彤。 大张伟的性子还是挺逗的,属于活跃气氛的能手,最近参加了一档某某院子的综艺,表现很稳定。 2. 但最后一天晚会的时候却出了点声,大张伟改编了甜蜜蜜,直言关晓同常的向大姨,还有林志玲,baby都被吐槽了,网友们都觉得虽说是综艺效果,这样说别人也不太好。 3. 唐烟被质疑炫富。 唐烟出道以来被黑的地方可多了去了,年前她的英子下面还都是刷屏的分手快乐,不过她也没有做多回应。 3. 最近出入机场的她又被挑刺了,有网友觉得她把LV的包包挎在前面是在炫富,因为她之前晒过自己的LV手机壳。 4. 四周渔民早期写真曝光。 最近周渔民热度还是蛮高的,但因为和热巴合作的剧中造型和拍照角度怪异让人质疑了她现在的颜值。 4. 不过在湖冰青剧里的仔仔还是帅的,最近又有周渔民早期的写真曝光了,当时穿的不是很多,拍得很帅。 5. 五七威壮脸没超风。 7. 七威的时尚感还是挺强的,出席活动和街拍的样子都很适合她,不过前不久她在机场的造型却被网友吐槽是没超风。 7. 因为她带了发带,不过七威一向是有啥说啥的,立刻在微博回应了这事,还说自己是没超风本风无疑了。 7. 因为他带了发带,不过其微一向是有啥说啥的,立刻在微博回应了这事,还说自己是没超风本风无疑了。 8. id Até今晚吧。 8. 但是好像是灵屁时提拂到的有趣 Cause it's a tiiß意了 ,we are time猜的人, 590 00. its. 一碰到来吧。